安静的线上一束花 还有一对可爱的兔子玩偶 希望陪伴小灯泡 蔡英文悄悄现身案发现场 这一刻望向远方 鸣起嘴 似乎在忍住 情绪破洞 导音亲笔写下卡片 要跟小灯泡说 阿姨不会让你拜拜牺牲 这个社会破了很多洞 我会用尽全力 来把他们都补起来 对于生理精神上 有这样有困难的人 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妥善的处理 甚至于这个毒品犯案的问题 或者是犯罪增防上的问题 跟警力部署的问题 这都是我们要一一去检讨的 在脸书上 蔡英文也写了一封信 给小灯泡的妈妈 你的呼吁我都听见了 我不会只有心痛跟不舍 我也不会只有愤怒 愤怒之后该做什么 我已经有我的答案 住在台湾的人 我相信每个人都有权利 不要生活在一个恐惧之中 我们也希望让家长们不要担心 让小孩子可以安全地成长 这是我们大家共同要做的事情 伤害发生在一瞬间 不过重建信心要好多年 蔡英文展现低调而坚毅的信念 希望抚平社会上不安躁动的心 三练习文刘富城业瑞 台北纵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